現在大部分都是雙新家庭 通常回到家應該都很累了吧 應該就是很想的時候放輕鬆 也不要說想要幹嘛對不對 我想請問來賓 就是有沒有什麼事情 會讓你影響你的心情或性質 不想跟另外一半 有時候太累了會 對 錄影錄完又要作秀 幹嘛回去 累了已經暖趴趴了 你老婆還要 那時候真的是很痛苦 但是不給又不行 如果你不給的話 好像你在外面 好像我們先繳械了 對 淡進原局了 你給了誰 對 他會要求他 有時候他會懷疑 但是事實上他的懷疑是真的 對 不是 阿比如果看到 老婆也不笨 你如果看到我以前一個女朋友 他那個真的是老手 你就完蛋了 他連你硬度 他都知道你外面有沒有搞 真的 有 有這種人 這是監驗之談 因為至少我60幾了 沒事 什麼都有看過了 什麼 冬天什麼我都噴過了 所以說我 沒有 你們也要聊這麼深 我知道 史玉琳喜歡聽這個 不是說這種有時候 當然比較累了 回到家裡 又遇到老婆這樣子 我們想睡覺又不行 還是要 免危其難 提槍在上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的 其實我們的作息時間沒有 因為他是屬於正常上班族 然後我們是屬於演藝事業 所以我其實比較晚睡 所以當我晚上想要的時候 他沒有力氣了 因為他可能上一天的班 可是你知道他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可能OK了 睡飽了 可是我累了 所以變成有的時候 這樣子兩個也會配合不起來 是 對 然後你說前夕 有的時候 我再累的時候 我也懶得等他前夕 太累了 就是你快一點 快一點 快一點 可是如果說晚上 你希望有前夕 他又很累 他也不想要配合你 對 所以這個身體失蹤 嚴格講一下 因為幹我們這一行的 等於是日夜顛倒 沒錯 就有時候跟老婆的關係 會像那個月亮跟太陽 白天就不懂夜的黑這樣子 你終於講錯了 覺得他很怕了 社會觀察家 社會觀察家 這樣弄掉就OK 大英應該做夢都想不到 他這首歌會被帶到 帶到的 心愛臉 我應該會印象在這個主題上面 太可怕了 薩金奴你會累嗎 我都會打出小朋友的牌 比如說 因為我生兩胎 然後有一個非常黏媽媽 然後一個會黏我 然後我就會主動的 把那個黏我的 先把它哄睡 然後就莫名其妙 就跟他一起睡囉 蛤 這是你逃避的藉口嗎 這不是常常有自己的 沒有 就是很累 你一次零日可以 你一次雞月累這樣子 這不行 可是重點是 日雞月累的老婆就習慣了 沒有 日雞月累的是他 反而不是我 怎麼說 日雞月累是他 累積什麼呢 累積跟兒子睡的機會 這個答案其實聽起來 一點很想哭 你知道嗎 很想哭 所以意思是說 是你老婆不想跟你對不對 說出來就是這樣 不是不想跟她 是不想 完全不想 完全不想要 沒有 是我的量太大 你的什麼量太大 我的需求量太大 你的需求 吃飯吃得多還是 還是流量 我是真的 意思就是你剛剛唱的 要到他老婆想逃了 對 這個我覺得 就是我們還是中肯一點 不要催你了 對啊 我真的覺得你 你剛剛說 你為什麼要自己睡覺 可是也是要有一點真實性 對 你的需求量 你怎麼說到 一個月吃到不好 四季上網吃到不好 我沒有超過 好 你直接講個次數沒關係 簡單說你一個禮拜要幾次 一個禮拜幾次 3到5 還好啦 一個禮拜三次到5 可是3到5是要不到 一個禮拜3到5 玉琳你一個禮拜大概幾次 我會想要3到5次 我不能用一個禮拜為單位 因為我們都是以天為單位 一天幾次 講真的嗎 30年前了 你這樣太虛偽 玉琳哥 但是有可能 誰相信你 有可能 因為 因為玉琳他非常深愛他看的 我們真的講一個 最近很流行的公式 比方說像我們50歲 5乘9 5 9 45 4個禮拜 5 4 4個禮拜 那莎基努你是幾歲 一個月5次 30幾 4個禮拜一個月 一個月5次 莎基努你是幾歲 30幾 那3 3乘9 9 3 27 兩週七次 兩週七次 在一個合理的範圍 那他這樣滿多的 那高大哥是60 9 6 54 9 6 54是沒錯嗎 一開始 五週四次 五週四 我是差不多一個禮拜兩次 那你超亮 我跟我老婆都是保持這樣子 那你這樣算中獄了 你們兩個各兩次 還是合在一起兩次 沒有 這是一個禮拜 我給他兩次 就問好 那實在聽說 我有聽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聽說 原住民的體力特別高 就是性需求方面特別高 真的是這樣 對 你們整個組裡面 是你的需求最高嗎 跟你們的飲食有關 有 像馬告就有了 自從你 馬告 所以你天天會吃馬告嗎 會啊 那可以是用來抹的 用來吃的 沒有 就是吃的啦 不能抹啦